大家早上 請趕快坐下來 好像還有幾個沒有到 到幾個我才開始 這幾天怎麼 雄的下面看 可以嗎 可以嗎 聽到嗎 不覺得 困難 我會覺得困難 我以前幾年已經在這裡最初級班 很辛苦 他們其他人待會會到嗎 沒有在這邊 OK好 沒關係 來 來 你們以前看那個布袋戲有沒有 布袋戲有看過嗎 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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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袋戲裡面很多角色對不對 其中一個角色叫什麼 你們有聽到嗎 十字龍 也聽到你們 十字龍有聽到嗎 你說看那個布袋戲裡面有一個角色 叫十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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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個人在那邊 那不能去抓 看過 那不能說 本首 你有聽到嗎 沒有聽到嗎 你說你有看過 布袋戲 對 以前電視有在演出 有一個角色叫十字龍 叫十字龍 你看到那個 本首 其實他說的本首是什麼 壞人 對 那個武功很強 很厲害的武功 看到他說 本首 一樣 你現在聽過法禮之後 你會覺得 我過去 他都把你教的都本首 所以你從現在開始 你要做的每一件事 本首 本首 因為你開始有一個判斷 你一個判斷的能力 誰是對誰不對 你就知道過去是本首 所以你現在 從現在開始 受法律訓練之後 你就要有一個判斷能力 知道什麼是本首 我現在這一堂課是講一下 台灣史節嘛 對吧 過去是國民黨 跟你講的台灣史 那是本首 滅掉 本首 那真的本首 為什麼他是本首 來 那個關掉 我上課不要有其他聲音 來 因為我的課 require 需要你很 pay attention 很專心在聽我講什麼 你如果 錄音不用 因為我們上網以後 你上網到我們的官網 他都有幫你錄影錄音 你點上去就可以看 YouTube上都有 所以不用在這邊錄音 沒有關係 連照相都不用 因為 都看得到 而且最重要的 還是你在當下 就是你在上課的時候 當下 我覺得上課最重要 當下你聽得進去比較重要 不會的話 以後還有很多次機會 再review 再review 來 我們現在看一個簡單的東西 這幅度有看過嗎 看過的人請舉手 這幅畫 看過 你看過 你是學藝術背景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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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YouTube上上看 不算 都已經看過了 先關掉好不好 因為聲音會打擾我上課 因為我的課 需要很tension 你的那個注意力要focus 因為我這邏輯一環扣一環 我會講很快 這幅畫 我跟你講有一個藝術家畫的 叫 霸歸你景 有一個叫高跟 你有沒有聽過高跟這個藝術家 聽過請舉手 高跟 也只有一個人聽過 沒有聽過 皮卡索有沒有聽過 反骨有沒有聽過 反骨有沒有聽過 反骨有聽過 沒有聽過反骨請舉手 一個沒有聽過 兩個 三個 你看 我們台灣人的教友就是這樣 他給你最 聽本書的教育 所以你現在跟世界接軌的 藝術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們過去的藝術 美術科都在做什麼 幾頭數學 對吧 科技 把你訓練科技 這種很重要的課都去掉 這叫高跟 你知道藝術家的生活 齊齊齊齊齊齊 對不對 都不在玩錢 等這個高跟 美洲 美國是美國 比美國比較大的一個地方 叫做美洲大陸 美洲大陸有加拿大有美國 有中南美洲有南美洲 叫做美洲大陸 美洲大陸的旁邊 偏南南半球的大溪地 大溪地是一個島 這個歐洲人 錢賺到就走那島裡面 錢很大塊 錢很多很好用 所以當地你吃錢都沒問題 吃飯每天都吃好 三餐有人幫你煮 不光是這樣子 旁邊又有美女幫你服侍 幫你服侍 過一個好像天堂般的生活 很享受對不對 大家要愛就是這樣 吃飯不用煩惱 也不用做事 有人幫你穿 穿得好睡 還有人幫你按摩 那就是大家要愛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人也得到了 但是到這個時候 吃穿都不是問題的時候 他畫了這幅畫 這幅畫在畫什麼 看有沒有 他給你一個題目 通常你畫畫看不懂的話 你會想說題目是什麼 對不對 他圍讀都有一個title 這台灣人都不知道 沒關係 資源回收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這不是題目啦 我待會題目會給你 那題目是什麼 上面那個 看有沒有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 他說你們英文要準備好 以後我們的官方語 只有英文跟日文喔 講這兩項喔 台語 我們家裡在那邊講的話 官方語學英文跟日文 不是中文喔 你現在是有 這流氓經文幫你教 幫你洗腦 違反戰爭法 改變你的語言 再有這個result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從哪裡來 現在在做什麼 阿伯要往哪裡去 他這幅畫的題目叫這個 你聽到嗎 大家都不會問的 都不會問的問題啦 你是什麼人 你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你要往哪裡去 你有沒有想過 我飯吃就好了嗎 那種叫動物啦 早餐不用擔心的 那叫動物啦 那就好了 叫動物 Why people asking such questions 因為人不是動物 人需要知道 我是什麼人 你的identity要出來 identity就是認知 你這人的ID是什麼東西 我是誰 你如果不知道你是誰的話 你也不曉得你的價值在哪裡 你整四人這樣 你現在幾歲 30、40、50、60 你換來做什麼 你這人如果不嫁 你不知道你什麼人 你換來做什麼 時間到了你就知道 拜拜 那整四人這樣做什麼 夾青、睡、算、七度、四 那叫動物嘛 那叫動物 不叫人啦 人跟動物不一樣 是人要知道自己是誰啦 我的價值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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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換一四人的 忙忙碌碌 辛辛苦苦 辛苦為誰忙 你要搞清楚 搞不清楚就算了 如果認同錯錯誤 那還要害怕 想說他是中國人 全世界就是中國在打拼 那還好奇慘 連認知都弄錯 所以這個畫家很趣 就把我們點解問題 人不是只適合吃穿玩樂而已 人就要知道 我是什麼人 過去從哪裡來 現在在這裡創什麼 還要把哪裡去 對不對 傳承嘛 你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到底是什麼 搞不清楚的人 了人 我今天就是 台灣史節嘛 我就要講歷史 我們需要知道 meaning 我們才會有滿足 真正的滿足 是來自於 知道自己是誰 在做什麼 identity 你才有value 以後才會有hope 才會有希望 你才有希望 一個沒有希望的人 每天這樣 傻傻過日子 也不知道有什麼 對吧 人家說寡婦死掉 大兒子就是沒有希望的人 對吧 那一間沒兒子 沒後退 外來要創什麼 不知道 整天就這樣 爛爛爛爛 對吧 因為他人生失去了 希望 這個很重要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我這筆頭就是要跟台灣人說 資源回收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資源回收人是什麼人 這是幾年前 三年前 四年前我創造出來 Coin 創造出新的名詞 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們知道資源回收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嗎 沒人不知道 資源回收是什麼 本來是本收 對不對 創造回來再使用 本來要丟掉東西 撿回來用 那個是資源回收 加一個人是什麼意思 專門負責資源回收的嗎 不是 那個人 就跟資源回收的東西一樣 本來是本收 來 這個 要慢慢解釋 先看這張圖 這什麼東西 過去 人在地球上生存了幾萬年 都是這個形式 什麼形式 叫做部落 部落的形式存在 為什麼叫部落 就是人 因為 種植的地方 還是水的資源 還是狩獵的範圍 來決定 好幾個家庭交集會 共同的生活 產生部落 人類 人類大部分過去 都是用部落的形式在生存 部落 到處都是對不對 每個人各在一個地方 部落跟部落 收到什麼 政經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是 加一個 更大 兩個情況 一個是和平 大家就加一個 更大的部落 這樣人家來打 你就不敢打 因為你的部落比較大 部落小的話 就開始收台 開始搶 開始爭 收台一陣會做什麼事情 如果要抬一陣 過去都把你抬乾淨溜溜 不會給你留火口 不會把你撈 如果要抬就抬了 你會怕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怕你老伙子 老伙子 老伙子又更大 又回來再抬 又把我滅掉 所以 滅口 不能生下 過去是這樣 但是這樣 這不對 為什麼不對 土地變大 人變少 怎麼辦 所以他做一件事情 這是什麼意思 把一些老弱婦孺小孩子都叫 比較厲害 比較勇氣 比較勇氣 只殺男生 殺壯丁 老弱婦孺 就把你撈起來做什麼 資源回收 叫你去做事 到田裡面工作 對不對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這件事情 我就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本來是本書 要把他抬掉 要把他丟掉的人 叫做資源回收人 叫做資源回收人 台灣人都是資源回收人 有人這樣用 資源回收人 等於是頭被剁掉的人 沒有效忠對象 記得 資源回收人 就是頭被剁掉 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每天就像我講的 吃穿睡 這樣而已 剩下都不用說 他也不在乎 誰會把你撈起來都好 一碗飯在前面 給你幸福你就吃下去 就是這樣 這是台灣人的過期 這個過期就是這樣 抓到台 對不對 他們會做一件事情 他們過期 在修台的時候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的 統治手段是什麼 過期在中東的地方 他們殺來殺去的時候 打仗之間 都會把他們的神先擺出來 比如說我是埃及 我是尼羅河 烤魚 鱷魚神拿出來 我會說 我在沙漠裡面 我是泡沙青 眼鏡蛇的神拿出來 要照台進行的神 跟他們的神拿出來這樣打 那打贏的人就說 你這個泡沙青的走 你的神比較好 掉掉 所以我打敗你之後 不准你再拜你原來的神 對不對 因為你神比較爛 當然要改拜我們的 我不會容許你的宗教 繼續存在 對不對 第二 就是用這幾個方法 宗教 語言 信事 我打敗你之後 我這樣可以再 我們尊你再說過期的話 再尊你講你以前的話 不可以 你是我的奴隸 怎麼能再嘻嘻咕咕咕 說那有的沒有的 我聽不到的不可以 你家裡請的用人在家裡工作 都要講你聽話話 他要學語言跟你溝通 不是你去學他的語言 不倒過來 語言幫你改 再來 姓氏 你現在的姓都不是你的姓 那是大清 還是大明王朝 要把你通敵那時候給你改的 是姓 以前我們 剛才這個土地人 哪有那種姓 那是你中國來的 那什麼姓無姓 李姓什麼都不是 你現在看課表上面我的名字叫什麼 大山嘛 對不對 那那是中國姓 不是 大山 黑山 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山 叫做玉山 對不對 那是中國人給它叫玉山 以前不然給它叫新高山 什麼叫新高山 他想說富士山最大 拿到台灣後 哇 比富士山更高 新高山 是這樣放起來 你知道嗎 來 慢慢以後再補 宗教語言信誓 這就是過去台灣人所經歷到的事情嘛 中國人給你贈領 給你起伏了 就用宗教語言信誓給你改嘛 改變你的宗教 你現在百姓都中國姓的 那一個是本土餐的 沒有啊 你講的語言 你不要講說我說客人 我說台語 我說 說那 這好像高山族的議員是原來 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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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啊 那就改變你的語言 再來 姓氏 你說氏姓嘛 來 要講的就是這樣 來 這張圖給你 過去幾天的課 簡單一張圖 讓你看得一清二楚 要怎麼看 來 過去四萬年前 待會兒我來解釋 為什麼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有部落形勢 下一個字叫做M174 M174 四萬年前有部落形勢 那滿滿大都王國 我在想四萬年前 我不在說幾千年 我不在說四萬年前 那時間很久 中國不要來講這堂 幾千年歷史 到我四萬年未必 台灣歷史追溯到四萬年前 M174慢慢解釋 再來 日本 西班牙 荷蘭 大清 都把台灣動作什麼 殖民地 對不對 你們知道例子吧 慢慢的 他們漸漸都在裡面 因為在台灣 稍微有什麼問題 他要求 落得皮 這些東西他們要的 對不對 可以在這邊做貿易 他就開始有價值 他就進來 以前那個殖民時代 比較強的國家 都會出去探索 對不對 從歐洲 你看 西班牙 那有歐洲來的 很多的國家 跑到亞洲 跑到台灣來探索你 也表示他的技術也好 準篩也好 對吧 還有 還有藍 對吧 那是殖民地時代 大家往外去探索 那現在也有大清 在裡面 那都被台灣人當作殖民地 但是殖民者 那種人的名字 我叫什麼 Predator Predator是什麼 掠奪者 幫你唱 掠奪者幫你唱 掠奪者是什麼意思 說一個稠辣的 就是 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與取與求 過去殖民者對被殖民的人 人民 對他的土地 對他的資源就是這樣子 我要愛生我都拿到 拿到你都沒有出的 等著 所以過去 大清來處理這些時候 我們 在屏東外海 美軍 在外面擱淺 前面外人要求勝 跳在岸上 結果讓我們五三十都抬了 都三關 三關之後美軍 美國人就走到中國 大清 李國人說 欸 你們會把我們殺光怎麼回事 賠錢 大清李國說 那不是我們管的 那是化外之民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就是說 你要怎麼處理事 那不是我們人 大清不是號稱 台灣是你的 那你怎麼賣 那就是殖民者 對被殖民者的心態 如果有遇到問題 如果有好康 他都會愛 如果遇到問題 他都不愛 對不對 就是這個態度啊 台灣過去就是這樣 去處理啊 那就是掠奪者 但是掠奪者之間 會盛來盛去 打來打去嘛 逼誰人 手臂比較大肌嘛 對不對 最後誰打贏了 大日本帝國打敗了大清嘛 對吧 是不是 你們知道這個歷史 打敗了之後怎麼樣 這些國家跟過去不一樣 這個日本 跟過去的幾個掠奪者不一樣 他是真的以後要跟你 男生追求女生是怎麼追的 我送你禮物嘛 請你去吃飯嘛 給你掙得漂亮 最後再帶一飯嘛 對不對 你如果是掠奪者 就跟你 說到半天就是那種犯人 那種犯人 對不對 與虛與虛 沒有準備要結婚嘛 但是大日本帝國 現在五十年底 台灣做什麼 建設 告有台灣人 給你黃明化 最後怎麼樣 1945年的4月1號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有像結婚的動作 就宣布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那就等於是結婚的婚約啦 從此以後 台灣人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對不對 有婚約存在嘛 從此這塊土地是 從無阻地變成殖民 現在變成 人家神身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的一部分 這叫什麼 Permanent Change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你知道嗎 有人說 既然改變 那為什麼現在還講中文 為什麼是中國人告訴你 很簡單嘛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被打敗了 對吧 我們被誰打敗 美国嘛 美國人 戰敗我們 但是很優秀 過去給你欺負那些男人 還把他帶回來 再欺負你一次 就是我們的歷史啊 就是這樣啊 你現在用法理的方法 把這領人 掛出去 用法理喔 把美國人說 欸 你怎麼會這樣呢 你是我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怎麼會放這領人 給我 違反戰爭法 隨便亂做 對吧 改變我的語言 改變我的 姓氏 對吧 把我 叫他去做兵 叫他去挑選 違反戰爭法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要負責任 所以美國會做這個動作 但是我們裡面有一個人 我們裡面有一個人 賣賣 那個叫我一個名字叫余虐 余虐就是過期去給中國人 洗腦那些人 不願意改變 黑市民還死八日 國民黨這些 流亡政權不放的人 這些人你知道嗎 就現在要去選舉那些人啊 民進黨啊 台聯啊 什麼 裡面有台灣人啊 中華民國裡面 那些本土派啊 那就是台灣人 我認為他們是台灣人 但是他會鬧就是 以前愚虐嘛 過期就有好處 不願意改變的人嘛 他的identity 他的認同 identity 是根據 國民黨幫你製造那個假的 政權裡面獲得 他的identity 他的身分認同是那個 所以我們現在真正的identity 被造出來的人 他不願意承認 來 就是這樣嘛 你的identity是什麼 我們是這個 ID 什麼意思 就是identity的意思 我們有兩個identity 其中一個identity是什麼 nationality 你的國籍是什麼 這是by law 用法律來決定你是什麼國的 國際之間有法律的 不是你親愛公公 不是你現在 卵書從要送給人 人家就變成這個 國家的國籍 另外一個identity是什麼 ethnical 就是 你血緣上 你血統上是什麼 by blood 你的血啦 你裡面老的血是什麼人 就是什麼人 你不會變成中國人 你知道嗎 沒有 兩個嘛 我們抓兩個主軸 你不要在那邊 confused 人家說 你是中國人 就說 我怎麼是中國人 對不對 他在confuse 我們來上課就這兩個主軸 台灣民政府就是量這兩個主軸 一個 法理上你到底是什麼人 該抓出來 第二個 blood by blood 你是什麼人 聽我嘴嘴說 聽我嘴嘴說 國家地理頻道 你們有沒有知道國家地理頻道 有沒有看過 電視 國家地理頻道 有 他們算是蠻有錢的一個單位 他們幾年前 他裡面有一個叫做Dr. Spencer 他做了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是什麼 叫做Human Migration Map 把它做出來 就是他在研究 因為 那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我們的DNA 染色體會複製 對不對 複製的過程會產生突變 所以 每一次突變之後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來的小孩子身上 都帶著相同的突變基因在你身上 就變成一個記號 變成一個sign 那你就知道你是那個生的 從什麼時候都是你的人 你就這樣追追追追 他就用這個方法 現在做基因的研究很容易 一個好處的人死 錢要來奔 對吧 小孩子錢都分完了 對吧 突然冒出來一個人看見面的人說 嘿 我是喝飯到外面的人生 我也要來奔 憑什麼 你怎麼證明 怎麼證明 驗黑 驗血 現在最好 不是講故事 你講故事沒有用的 對不對 現在科學到發展 用棉花棒的口腔裡面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不用幾天 基因排序就跑出來了 馬上就知道是不是他的孩子 對吧 現在最簡單的 科學證據 H就是科學 沒辦法再否定的 來 要說這個就是 用這種方法 這個Dr. Spencer在全世界 抽了71萬樣本 樣本叫sampling 做抽樣 71萬很大 你如果要知道台灣人的 Demography很簡單的 三五百個就可以把全台灣的涵蓋完了 做樣本 抽樣 統計學裡面這個 71萬 整個世界那個人 對都要來 去哪裡都抓出來了 所以現今活在世界上的人類 skate around 世界上 善居的人裡面 基本上 都從哪裡來 我看這張圖 這個是箭頭的尾端 這是箭頭的來源 對吧 有沒有 這上面是不是有M3 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記號 哇 這頂人從哪裡來 結果 最後線 你們會看圖嗎 最後都從哪裡來 你給我看看 會不會看地圖 這裡是哪裡 非洲 最後所有的人類 不管到美國還是在哪裡 六萬年前 從非洲出來 給我看看 現在所有世界上的人類 無關是黑的白的紅的都一樣 到哪裡 六萬年從這邊出來 有人說 許老師我比較有興趣去知道 我們台灣人對哪裡出來 好 來 我們來找一個數字 叫做M174 你看看 有沒有 M174 六萬年前從非洲找出來 有沒有 然後來找一堆 南葉門 然後找到哪裡 印度 印度南部 再來找一堆 馬來半島 印尼一家 爪子 爪子 再來 走來 走來台灣 蛤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些人 開始拿了 有一群人到南葉門 說這個地方不錯 點下去 後來就生一堆一堆人 再來一群不願意的話 繼續走 走到那裡來印度 這很漂亮 流下去 裡面還有一堆人 又去一堆人 走 這不是我的家 我繼續走 走到印尼 馬來半島 流一些人 再來到台灣 所以我們昨天來到這個地方 四萬年前 那時間掉到四萬年 來到這裡店 說這裡很好 開始生團 就是變成現在的台灣人 佛摩山 我們是佛摩山 佛摩山人 對不對 再來 還有人不願意 繼續走 對不對 走到哪裡去 這裡會不會看地圖 走到哪裡去 沒有啦 台灣之後走到哪裡 日本嘛 日本嘛 日本再來哪裡 美國 美國在那裡 你在說什麼 你看好清楚 你剛才說 小學沒有畢業只有一個人 你們都有 這是中國 過期不叫中國 這塊土地上面 來 去日本之後 朝鮮半島的北部 對吧 才去進去所謂的中原地區 對吧 你知道嗎 會看地圖嗎 這個土地上面有幾個箭頭 對吧 那標示什麼 有的人 在這地方的人 有的是從哪裡來 歐洲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中亞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蒙古下來的 有沒有 從俄羅斯下來的 有沒有 所以這邊箭頭 是不是好幾 十幾種的箭頭走到這邊來 時間點是兩萬多年前 十幾 十幾 十幾人 兩萬多年前 都跑到這邊來 人做的 再要生一段 兩萬多年 所以是不是 所以 所以想說 所以中國人是什麼 是雜種對不對 是不是雜種 是不是雜種 是啊 那麼多種人 在這邊混了兩萬年 不會變雜種是什麼 因為上面很多部落在打來打去 對吧 中國那個本來的 中國是現在叫的 沒有所謂的中國人的血統 中國人 這個圖照之後 韓國人 直接跟中國人說 韓國人是中國人的祖先 對不對 有一部分 我們應該講說 中國人裡面有一部分 從韓國過去 對吧 沒有錯啊 中國人起到要死 但是這有的 這個按照科學的事實啊 但是問題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啊 那日本人從哪裡去的 你們不要看嗎 有台灣去的啊 從台灣過去的啊 台灣人從哪裡來的 馬來半島這邊過來嘛 對不對 包括毛利人 也是從台灣這樣 疼開疼 疼開疼 台灣是 台灣的血統 林馬力醫生在做實驗的時候 發覺這個血液 跟整個東南亞語系 那都南作會耶 我們是中國人祖先耶 所以他就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你不要搞錯耶 你台灣人去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 你就不會做了耶 不會什麼做 不會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耶 是中國人對我們這裡去的 知道嗎 聖宗追遠要追到台灣 不是追到中國去 不要搞錯了 你知道嗎 我們是他的祖先啦 把你顛覆掉 我告訴你 你要講就講科學證據 我們不要講故事 他為了統治你方便 你要變 你的人會丟在那裡 對不對 變這套故事嘛 你要首先要有這個 Big picture 整個科學證據看出來 所以這個Dr. Spence 講的一句很重要的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故事 是記在我們的血裡面 沒有這條片啊 大人什麼人 嚴肥就知道嘛 你不要告訴我中國人 中國人是我們兒子孫子的 他就要把我們敗 不是我們把他敗 這樣知道了嗎 那完全顛覆那裡 過去的那些想法嘛 但是我提出來是什麼 不是故事 我提出來是科學證據 所以你今天來到林鎮宏 我只是跟你講幾項東西嘛 歷史上的文件嘛 科學上的證據 邏輯的推理嘛 這幾項啊 聰明的人聽就知道嘛 不要在說有的沒有的 不是什麼 不要編故事 不要講假的故事 來騙台灣人 所以在世界上 我跟你說 沒有所謂的中國人 沒有啊 你如果說很簡單 你說我是中國人的後代 鹹火嘛 我把我的血抽出來 你就拿一塊火 叫做中國人 拿不出來嘛 因為你定義不出來 什麼叫中國人嘛 所以你當然拿不出中國人的血嘛 中國人是什麼 你真的問說 漢滿門火葬苗要 哇 講到六十幾種 我問你哪一種才是中國人 你說不出來 它是大雜燴嘛 所以你拿不出來科學上的證據說 這叫做中國人的血 我拿我的台灣人的血 給你驗看看 對不出來嘛 反而是說 你裡面的血是剛才去的 我的祖先 對不對 沒有中國人的血啊 你真的問說 漢人才是中國人 蒙古人不是中國人嘛 對吧 西藏人跟中國人嗎 不是啊 所以說漢人 我告訴你 連漢人也沒有 漢人的血 你告訴我 定義出來嘛 科學家講求定義嘛 你Define什麼叫漢人的血嘛 不要跟我講 OK 說到外面他動不動 不然這樣啦 不要講漢人 說華人啦 我說什麼叫做華人 你說講華語的就是華人 我說 真好 你說華語就是華人 我講英文我就變英人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是什麼人 不是用語言來定義的 印度人也講英文啊 他不是美國人 美國人也講英文 他不是英國人 不是嘛 所以你是哪一種人 不是有語言來定義的 你知道嗎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根本不是客人嘛 你也不是福建人嘛 都不是嘛 你流的血才決定你是誰 不是你講的話 是你的百姓 不是這樣啦 你的祖宗牌位 那都可以彈掉的 他為了統治你 把你掛在那邊 把你喊這條的 要想清楚這件事 再來 這是第九 他想說 許老師 人家剛好有航海技術 你們去看Google 20 有看過Google 20 舉手 有看過 都沒有看過 Google 20看過 來 以前有所謂淺藍跟深藍的地方 深藍深藍的 以前的海還會更深 後來海水印起來比較高 其實這個地方 你去做考古研究 淺藍的地方 有很多的部落文化 還可以在 埋在海裡面 你可以挖出來 人過去只會走路 可以對飛舟走到南美洲去 土地是可以連在一起走的 從這邊一直往北走 走到白寧海峽 走到美國去 連起來的 走到 來 這是過期時間量 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年 我今天時間不夠 我說得快 這個過去在歐洲北部 法國南部 挖到的壁畫 你用碳石式半摔期去照 我就知道 這壁畫當時為 三萬兩千年到三萬年前的人類 在石窟上面畫畫 你看他畫得 有得漂亮嗎 他會買 他畫馬 有得看到 三萬年以前的人 三、四萬年前 表示什麼人沒有比較進步 皮卡索看到這幅畫就嚇一跳 他說我們還有很多可以跟我們祖先學的 三、四萬年前的人 那時候歐洲歐洲很高興 覺得很驕傲人類對我們這裡來 那不是啦 你的考古基礎比較先進 到後來最近 印尼挖到了 時間長時間 四萬年前 是不是符合什麼 符合我剛才那張圖 對不對 今天就來到歐洲 到印尼這個地方 人類比到歐洲的時間還早 那有意思 那時候來台灣跟到歐洲的時間是一樣的 所以是三、四萬年前 最後還是identity 以後再給你們看這個 今天時間不夠 這是超人 你們都看過超人電影 你沒有看過沒有頭的超人 沒頭的耶 很好笑 來 戰爭以後產生大量的 還記得我剛才講的資源回收人嗎 這種叫做沒頭的人 沒有頭的人 叫做沒有效忠對象的人 就是資源回收人 沒有頭的人也有記憶力 你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喔 沒有頭也有記憶力耶 沒有頭的人記憶力是什麼 就是媒體 媒體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三聚清安 兩個禮拜 他的記憶力多長 媒體報多久 他就有多長 媒體不報他就忘記了 對不對 媒體有在報三聚清安 報兩個月你就記得 時間過了 你就不夠開始買那種東西 對吧 以前不是頂星集團 跟你做的有的 沒有的 現在大家不夠 又開始買林鳳瑩牛奶 對吧 是不是啊 因為你忘記了嘛 媒體沒有在講了嘛 你就忘記了嘛 大家都資源回收人 都沒有頭的人 你的記憶力就是媒體 媒體叫他去看黃色小鴨 你就去看黃色小鴨 他跟你講什麼東西最好 你就去買嘛 就是這樣啊 不要講太深 說這個 你們在座各位 沒有一個是 超過一千個員工公司的老闆 你裡面沒有意思嘛 你們來參加這個課子做什麼 你們來上課幹嘛 目的是加入民政府以後要當官嘛 對不對 代表台灣人要起來嘛 對不對 繼續統治我們的 中國人離開之後 換我們嘛 對不對 我們按照法理來做這件事情嘛 請問你 你不要管過超過一百人 一千個人的公司 啊 向府叫你來做 做官 你能做嗎 不會啊 啊不會要怎麼辦 訓練 訓練 想 我要教你怎麼樣去統治嘛 對不對 那我先跟你講 基本上的原則 人要給他分類 你不要人不分類 人都會灌 你沒辦法沒這條灌 你要給他分類 怎麼分 像動物一樣的人 沒有頭的人跟有頭的人 這社會上百分之四十都是像動物一樣的人 什麼叫像動物一樣的人 我剛才說的 只管吃穿好嘛 村人都不知道嘛 沒有效忠對象 像灌都在動物 那年輕人晚上沒什麼事做 騙刀不要拿刀子去人物 警察抓來 抓到警察局說 年輕人你在做什麼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 送 你為什麼沒事砍人家 送 要想他講這話 你要想啊 他為什麼講這話 因為他就是動物嘛 動物獵食的本性 走出來那時候 抓狂了 就開始出去幫人學白胎 沒有道理的 不講道理 因為他本性嘛 動物獵食的本性跑出來嘛 沒辦法壓抑嘛 雖然他有人的腳 但是他做事的動機 跟動物一樣嘛 所以那種人看著 隨著女子 小豬哥 就馬上送 對不對 看人家要唱 要唱來吃 對不對 那就是動物嘛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這群人喔 他可能很好奇喔 他可能開的是 跑車 可能開的是地堡豪宅 還有四人飛機 但是不要收手油給你吃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對不對 你不要小看這種人 這種人可以做這種事啊 對 他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 就跟動物一樣嘛 獵食的本性嘛 他沒有在插人的獅子 他賣毒品給你也OK啦 只要有錢賺就好了 就跟動物一樣的人 那這種人想說 那這種人說的 是像你有聽到台灣人說幾句嗎 鴨鴨要做什麼 沒有做飯吃 有聽到嗎 鴨鴨要做什麼 沒有做飯吃 說這種人就是動物 為什麼 他評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啊 對不對 不能吃就沒有價值 可以換錢來買飯吃 那叫有價值 這是不是很好笑 那跟動物一樣嘛 吃飽就開心了 吃飽就幸福了 吃飽就幸福了 很慘的 對不對 再來 上面是沒頭的人 那這種人是什麼人 可能也是 諾貝爾講得主喔 可能是好處的守護喔 但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對他來講 事情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 所有的東西就是相對性 相對性 相對性的意思是 It's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 所以這人會什麼 誰管都好 對不對 你只要把遊戲規則跟我講 我會玩得好 所以這人很多是商人 商人無主國嘛 只要有錢賺我就去嘛 很多台商就是這樣子 沒有投的人就去啊 你問他為什麼要去 上游也去下游也去 所以我就去啦 不然你要叫他做什麼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啊 他哪裡都可以去 這人最典型的就是到處買房子啊 上海也有房子 美國也有房子 台灣也有房子 他跟土地沒有結合耶 他沒有認同任何地方耶 他就是那四個都好啊 就這人 這人數非常多 佔百分之六十的人口耶 你現在要面對外面的人 欸 說一個比較難 我問你們喔 你們來這邊上課 基本上就跟你裝頭上去 欸 你們過去沒有效忠的東西 我現在跟你講你要效忠誰 對不對 基本上你還是上課 我就給你裝頭上去啦 我給你裝頭給你 蛤 什麼叫裝頭 來 裝頭 我回到剛才這張圖 最上面這種人啊 我跟你講喔 最上面這種人 舉個例子啊 有點像什麼 傳教室 有沒有 熱身療養院 專門 那白人喔 有美國 本來好家庭 長得又高又帥 跑到台灣熱身療養院 整四人拿著 我們台灣人都沒辦法 台灣人都不想碰著什麼 泰國麻風病患 每天在那邊換藥 換一輩子耶 從年輕換到老耶 沒長期再給他太太也接過來 小孩子也接過來耶 不領薪水的耶 那就簡單的一些三餐可以吃的 台灣人想想不想 這些人是瘋了嗎 你有很好的條件 可以過好日子 幹嘛來這邊 相當為了台灣人 我們都沒辦法跟著人 做幾世人在那裡 好偉大喔 你搞錯了 你搞不清楚了 為什麼 他有效忠對象 他以取悅他的效忠對象 為他活的目的 他的效忠對象耶 上帝嘛對不對 上帝叫他來他就來啊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台灣啊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變死懷哲博士啊 上帝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成德雷莎修女了 對不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這個人的價值是 以取悅他所效忠的對象 為他活的目的嘛 你知道嗎 所以你給他錢以外 他又捐出去了 因為他 給他自己的價值的標準 不是根據錢嘛 你這天會比較沒頭的人 就是逼誰好去了 逼誰誰會拋車比較漂亮 比較貴 就是這樣啊 逼去逼去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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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去炫耀嘛 但是你有頭的人不是這個耶 有頭就是他的價值的標準 不是按照下面這一群人 所以你沒辦法拿錢去改變他要做的事情耶 但是最好你跟對人 你跟做人也很糟糕 比如說IS 他也效忠啊 他生活條件也很糟糕 但是你做黑白台人的事情 對嗎 所以那叫有效忠對象 有宗教領袖有信仰 對嗎 所以我告訴你 你來當民政委的官員 你已經脫離了這下面的兩堆人了 你從這裡跳到上面去當什麼 當裁判 當裁決者 有點像出家的感覺 就是以後世界上的財富 對你來講沒有什麼感覺了 我們會讓你有足夠的收入 遠高於一般的水準 民政委的官員絕對是講過 收入絕對沒問題的 不要讓你去 為了那些去貪污 你知道民政委來做官員貪污是什麼 死刑嗎 只有死刑 沒有其他的 但是不能要求這種人做這種事 你沒有頭的人要求他不貪污 這是很困難的事 但是你有頭的人就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你現在跳起來是要做有頭的人 有效忠對象 你知道嗎 來 再來 講快一點 來 你們在座各位問你們一個簡單問題 認為自由 幸福 快樂 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我一生就是追求自由 幸福 快樂 舉手 只有這麼幾個人 其他人不追求 這個追求什麼 好 請放下 我再問 那你們其他沒有舉手 你認為不同意嗎 不同意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只有一個 不舉手我就不再逼問 為什麼我們這上課一直在叫你舉手 我放下舉手 很聖 但是我跟你講 你就是因為透過這個參與 啟 anders 你才會參與 在我們的思想裡面 你才能批准到了 到底它在講什麼 我還是說 自由 幸福快樂 如果是你人生追求的目標 錯了 錯了 對 徐老師你有沒有講錯啊 我根本沒有錯啊 這都好事情啊 自由幸福快樂 我來講答案啦 自由幸福快樂是一種感覺 它是副產品 不可以當作目標來追求 上面叫副產品 就是當你做對的事情的時候 它伴隨而來的好處 但是不可以當目標來追求 什麼意思 先講感覺的部分 你有沒有花錢的自由 你要不要追求花錢的自由 有啊 我希望花錢自由 我不希望受限銀行的帳戶多少錢 對不對 我一個月給你一萬塊錢夠不夠 不太夠耶 十萬塊好不好 還可以 那一百萬嗎 開始有人在笑 一個給你一百萬 開始有人在笑 差遠啦 一千萬好不好 稍微多了啦 一億有夠嗎 頂薪我來講每個月超過一億以上 要做什麼事情 你不要受限在錢的這裡面耶 你會死得很慘耶 這叫做追求自由 沒有底線 因為你還是追求那種感覺 過得多也不夠啊 永遠不夠啊 你永遠得不到真正叫做 金錢的自由的感覺 我說一個簡單的 換一個話來講 今天就有一個醫生 疑心齁 他如果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你要不要去看 你敢去看 不敢嗎 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你敢去看 要怕死 這次會好給你看十次 給你賺到五百萬 他是不會給你害的啦 但是你要花很多錢的 對不對 這次疑心齁 你如果沒錢 你要來看 對不對 因為他是以賺錢為目的嘛 你沒有錢 你不要來看我 我不會免費自己看 對吧 那就是你賺錢 那醫生 如果做醫生不賺錢 他會去做別的行業 因為他以賺錢為目的嘛 醫生只是他賺錢的手段而已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 但是如果有醫生 他說我以救病人 給他最好的治療 我有努力的目標 這樣對不對 對啊 因為這樣他還來得很多病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好醫生 因為他來得很多病人 是不是他賺很多錢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要說的意思嗎 就是當你的目標設定對了 這是伴隨而來的好處 探疾這是之後的事情 但是你目標設對了嘛 趕快嘛 有一個女生看到一個男生 好像我嫁給他 他給我帶來自由 幸福 快樂 所以我就嫁給他 結婚沒有幾天 再求教 不願意努力 我再換一個人 離婚再加另外一個人 這個也不行再換一個 這樣對不對 不對嘛 照理說我喜歡這個人 我跟他相愛 對不對 兩個人一起努力建立家庭 一起吃苦 對不對 一起面對困難 便手自如 建立家庭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事情 生了小孩子 小孩子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 爸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放在桌上面 大家一起吃飯 享受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當你目標設定對之後 自由 幸福快樂 是伴隨而來 所以當你剛剛舉手那人 我知道你是最久感覺的人 感覺來了就結婚 感覺走了就離婚 這樣對不對 不對嘛 不是這樣子的 人生不是這樣子過的 所以你來這邊當民政務官員 我要讓你想清楚很多事情 以前過去的教育 讓你想說那是對的 現在還說不對 我為什麼要說 因為台灣人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誰管都好 有飯人在吃 有車人在吃 有廚人在吃 就好啊 他不去管他到底是 以什麼身分活著嘛 做中國人也好嘛 中秋節也去過中秋 那中國人的節日耶 那很好笑耶 你真是跟著他在動嘛 過年也去半年後 那中國人在節慶嘛 這當然是我們台灣人的節慶 不是啊 那是大日本帝國的生命啊 1月1號過新年 結束就結束了 來 現在這張圖看得懂的人舉手 這張圖看得懂的人舉手 應該沒有人看得懂吧 好 這張圖看得懂的人舉手 看不懂的人舉手 來 我要問問題囉 好 只有看不懂的人回答喔 其他人沒有舉手 我就當作你看得懂喔 看不懂我要問問題喔 你認為看不懂對不對 請問 這張圖畫的是飛機大炮的型舉手 是不是畫飛機大炮 飛機啊 飛機啊 戰車啊 這張圖是在畫飛機戰車是不是 你看得懂啊 你都知道他不是啊 請問他是畫男生還畫女生 女生 你還知道女生 請問他畫幾個人 三個 三個 一 二 五個 你都知道 你說你看不懂 結果你會知道幾個人 又知道男生女生 又知道不是飛機大炮 你看得懂嗎 你不要說你看不懂對不對 看得懂看不懂 看得懂 他只是跟你以前以為的那種人 長得稍微不一樣嘛 你幾個都以為只有這種才叫人嘛 你以為你這個看得懂對不對 這種有沒有人看不懂 看得懂看不懂 看不懂請舉手 我跟他說你們都看不懂 胡說八道 你看得懂你告訴我他是誰 蛤 我也知道女生他是誰啊 你看 看不懂 嚇我還還還還 不是啊 你知道他是畫誰 維納斯 對 他這樣 喔 你剛才就講你了 你怎麼知道 喔 請問他在做什麼 蛤 蛤 什麼看小孩子 他在做什麼 蛤 他在說得超棒賽 你說不是還懷疑我 到底是我是老師還是你老師 The Toilet of Venus 有沒有 Toilet就是本壽 他在如廁 他在上廁所 這方是畫他在上廁所 維納斯 在上廁所 你知道嗎 你以為你看得懂 結果你根本看不懂 你以為你看不懂 其實你看得懂 當然人生氣了 我跟你講 是不是 我要講的只是 這個是一點透視法 這是立體化派 這是極端的立體化派 什麼叫做立體化派 你們聽了嗎 立體化派就是 這是不是杯子 這是不是一罐水 這是不是一罐水 這樣看是不是一罐水 一定要這樣看 就是時間固定 你觀察點改變 那叫做立體化派 我現在講的度 是200年前 100多年前的人畫的 你阿公阿嬤做的度 你現在看不見 真的相當的過去 其實我們缺乏這方面知識 我給大家報價 給大家報價 這樣看得懂 我要講這個是什麼意思 對 但是 就是我要講一致性 我說這個口音太親 對你們來講有點難 一致性就是 不管你畫什麼畫 從頭到尾都要一樣 對不對 你如果畫寫實 我從頭到尾都要畫寫實 我不可以一下畫這個 一下畫這個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要立體化派 我就從頭到尾立體 我要極端立體化派 從頭到尾極端立體化派 這樣知道齁 我如果懶周會的話 變這樣了 這張圖就沒有人看得懂了 就亂畫對不對 又有寫實 又有立體化派 又有極端立體 我要講的是這個字 叫做Consistency 一致性 我要講這個叫 法則 The law 大家人家過去都沒有這個教育 我告訴你 整個宇宙 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叫 The law 法則 宇宙間有法則 你知道嗎 宇宙裡面 我們的教肅子最清楚 宇宙中有一個法則 我們要遵守這個法則 我們不遵守這個法則 人類就要滅亡 對不對 沒錯吧 宇宙有萬有引力 對不對 各個星球之間互相引力互動 產生心理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宇宙中有一個萬有引力 地球上有什麼 地心引力 對不對 所以你在地球上面要寫 建築法規 是不是要顧及地心引力 知道什麼叫地心引力嗎 就是我的建築法規要規定 你的建築要某種結構 或者它的抗力要什麼地步 你不能斜角超過一個角度 超過房子就會垮掉 所以你建築法規要很多規定 是要讓你去遵守這個 立心引力也就是說自然的法則 你知道嗎 你要寫民法 民法就是人類都要生團 產生後代對不對 所以你的法律要保護家庭 對不對 你要結婚 我叫保護男女家庭制度 你如果不按照這個規定來 人類會滅亡 所以結婚一定是一男一女產生後代 對不對 你要保護人 不然人類會結束掉 這叫民法 他要考慮這個 我要講就是說 這叫做 宇宙中有一個法則 你只要活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就要遵守這個法則 你不遵守的話 這是人倒楣還是宇宙倒楣 但是人倒楣嘛 人的不遵守 所以我們從出生 有人之後 我們就學會去學習大自然的法則 你知道嗎 你們今天談的國際法 那些都是根據這個 The law of nature 大自然有一個法則 根據這個法則 地球上有一個 International law law of nation law of war 就是在規範 國跟國之間的法則 你知道嗎 每個國裡面有它自己的 constitution 每個憲法 是在規範國裡面的法則 國裡面再分為 Civil law 就是民法 各種法律 你知道嗎 東西是一步一步進來的 從大自然的 基於大自然的法則 我們建立有這個法 這個又這個法 建立有這個又來 所以我們要尊重的是國際法 根據國際法 你不會人家佔領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不可以違背一些 基本的自然法 就是這樣 好啦 我們再回去 可能 那個字叫做 consistency 它是一致性 你一旦講法律 宇宙之間每一個地方 它這個法律都applied 都運用得到 叫做一致性 你知道嗎 一個系統裡面不蘊含矛盾 其實我們這次去顧米國 顧得贏 很簡單一件事情 我們要指出他 所說的 跟他所做的不一致 這樣就贏了 米國你不是大國嗎 你的憲法不是說 你要跟 Treaty 跟你的美國憲法 是等同一樣重視的嗎 你國際法 戰爭法 你都會遵守啊 但是 你一方面在罵那個 Cremia 克里米亞 烏克蘭 俄羅斯佔領那個土地 把它吃掉 這是不對 可是 或者你在罵說 IS 違反戰爭法 對人民實施 屠殺的事情 為什麼你放中國人 在台灣 做這件事 你是台灣這裡的主要佔領全國啊 為什麼你在這裡違反戰爭法 你知道嗎 你在法院上 把美國這樣抗 你會贏 我們今天 之所以會 站在這邊跟你們上課 是因為這樣子 在法庭上指出美國 不一致的地方 阿伊蘇比亞 那還有一個重點 美國的法律是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獨立的 法院上判出來的結果 行政立法就會配合 你知道嗎 所以你在法院上告完之後 他就會幫你成立台灣民政府 對喔 我們不對 我們錯了 我們要按照法律來執行 美國好在是這樣的國家 美國是什麼樣的國家 有Integrity的國家 什麼叫Integrity 就是表理一致 你在村裡面要做老大 要做村長 你幫人搶事 在這裡要用的標準 跟那邊的標準都要一樣 對不對 我不能見人說人話 見國說鬼話 我標準的一樣 如果不一樣 下面的人會嗆聲 你憑什麼當老大 下來下來換人 對不對 知道嗎 村子裡面要做大 任何團體組織要做最大 一定要公平 你的原則一講出去要算話 才能當老大 美國你要做老大對不對 對啊 他就要當全世界老大 那你有一套說法 你有你的法律 你說我要遵守國際法、戰爭法 我們就叫你講的去做 你用這個來指出他的錯誤 所以不管你大小 我怕你台灣很小 沒有錯 給你求 但是我只要你美國說的原則 我給你補了 這樣就贏了 所以要 Integrity就是表裡一致 Integrity是英文意思的 可能你們不知道 它的相反之道 hypocrates 偽善者 就是表裡不一致 你給美國補 美國就說 對 我不對 我要改 就是走今天一 我要跳了 所以今天講到老半天 只是要鋪陳一件事情 我的課到幾點 excuse me 10點 你待會時間給我摺一下 我要放影片 所以史觀很重要 歷史觀點 我剛才說 國民黨幫你洗腦 就透過史觀幫你擦 叫你拿去背 你我在座 各位沒有人寫歷史 對吧 沒有人寫歷史 誰寫歷史 只有執政掌權者 才有在寫歷史 一般人你頂多寫日記 對不對 寫公司 嚴格史 校史 學校的歷史 不是秋季的校史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 早上說什麼 但是 你有你的觀點 每寫一個歷史 還是自傳 都有一個觀點 Point of view 觀點 觀點 你是什麼人在寫 我叫張某某 張某某的觀點 去寫日記 對吧 你不會跳到另外一個人的寫 所以寫歷史也一樣 有一個觀點 Point of view 但是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亞人有印第亞人的觀點 北美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對不對 每個人觀點都不一樣 那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 比較有power的人 對吧 我告訴你 觀點有問題會怎麼樣 有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當天結婚 太太很高興 就趕快煮菜 要給先生吃對不對 就一拍一拍 菜 煮完了就放在桌上 放了兩三盤之後 叫先生 先生坐下來說 你先吃 還有菜要煮 先生說 沒有 等你都煮貨 要做一些大家做一些家裡吃 那女生就說 不用 要先吃 就這樣吵架起來 為什麼 先生說 我們家都是這樣 煮小的 都是全家媽媽媽 煮好菜 大家坐下來做一些開事 開動 太太說 我們家做生意沒那麼量上 先吃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把他從小到大的觀點 帶進婚姻裡面 對不對 觀點不同 就會衝突 衝突結果是什麼 吵架 吵架結果是什麼 生氣 生氣 再來 就不理 不理 不理 不講話 不講話 明天就在愛 就拜拜了 對不對 就千禮 那只是男女之間頂多離婚 國家跟國家不是離婚 是修台 所以死很多家庭的人 國家跟國家的觀點不同的時候 是戰爭 是不是 那不是那簡單什麼 離婚啊不管你 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講國家的情況 就是修台 部落跟部落的觀點不一樣 就是修台 就是死人 沒有開玩笑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 史觀很重要 觀點很重要 對不對 因為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之後會決定 人的命運 我再念一次 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之後會決定命運 這句也比較小看喔 因為很多年輕人說 歷史我不重要 我不想管 我跟你講歷史決定你的命運 要不要管 當然管啊 跟你這輩子活著幹嘛有關係啊 所以過去中華民國的流亡 流亡的政權在台灣 都幫你做這幾項事情 改變你的歷史觀 讓你想說你是中國人 灌他的族譜給你 幫你騙 結果都不是 信什麼 欸 最近說二百四十幾個人 不算什麼 那中國人說的 為什麼 他幫你台的啊 我們是九龍台的 什麼不算什麼 嚴重了耶 九龍台是台灣人耶 二八給你放假 放在台灣人 那小朋友說 跟我們家裡的小朋友說 欸 明天二八放假 我們在家裡看一點影片 紀念我們台灣人的受難日 說沒有啦 爸 我名字裡跟人家約好 要卡拉OK耶 我去戳耶 放假是快樂的日子 你怎麼叫我做這個 我說是台灣人的受難日 你這樣來戳的 所以一放假把你顛覆掉 這就觀點改變嘛 對不對 你看中國人對台灣人有多要求 第一代 二八三年 第二代抓去做兵 第三代把你洗腦 小孩子都受到他的教育長大 就站到中國人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他變成二八不算什麼了 對吧 當然很奇慘耶 那就是種族屠殺耶 這裡講 我要給你看這裡 披著羊皮的狼 你有看到嗎 這都猶豪耶 你不要以為這是羊耶 這隻是狼 你有沒有看到 你們被騙了是不是 這邊都是羊 可是有一隻很奇怪 你有沒有看那個臉 乖乖 那個是狼啊 屁的羊皮藏在裡面 現在就是這樣啊 你中國人化妝成台灣人爹裡面 說南朝會被選舉總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南朝會做一個民主機制 要跟美國說 我們有民主機制 美國人又夭壽 這羅素 Russell是吧 這美國國務院的那一群人 居然說台灣的民主制度值得讚許 笑死人了 你到底懂不懂法律啊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不能南朝會做選舉的 現在中國人在台灣人叫佔領者 佔領者 在台灣這塊土地叫做被佔領者 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合作起來選總統 你有沒有搞錯啊 他要這樣自己拿的目的是什麼 就地合法要台灣拿走 就這樣子 美國人放這頓 中國人怎麼搞 美國人你不曉得法律嗎 你為什麼這樣做 你國務院的官員是怎麼回事 你在讚美台灣的民主制度是什麼問題啊 我告訴你 雖然我跟你們上課 其實透過網路會錄影 對不對 我這聲音是要告訴美國人聽 你在台灣變什麼鬼 所以我們要幫助台灣人 從支那的系統走出來 從他騙這些系統走出來 你要走出來 要有很多客觀的判斷方法 我要問一個你們簡單的問題 你們今天來這邊上課 希望我改變你的請舉手 你今天來這邊上課 希望民政務透過這個改變你 來 雅秋 請放下 錯了 又錯了 徐老師 你在搞什麼每次叫我舉手都讓我撈開 我不是要把你撈開 是因為你們的想法真的太不對了 那我要證明哪裡不對 對不對 我要告訴你聽 你聽完你就會覺得 喔 對 來 聽我講 你們在座各位都有結婚 你有交過男女朋友對不對 老公有結婚多少年對不對 請問你老公會不會被你改 不會嘛 基本上他 他是什麼人就是什麼人 結婚多少年都一樣 對不對 你家裡的爸爸媽媽 北部親戚朋友 幹嘛都改 沒有辦法改 你每天跟他相處 你每天跟他講話 你這樣都改不了 你憑什麼來我這邊上一堂課 一個小時跟你講個課你就會改 不可能嘛 是不是 好啦 如果不可能 那你來上課做什麼 我下一個問題要問喔 那你來上課做什麼 既然我不能改你 那你來上課做什麼 我已經講說你不能改變 你連自己都改不了 別人也改不了你 那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來上課 我跟你講喔 你的頭腦想一想喔 表示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本來就是對法律很在乎的人 才會來上課 你知道嗎 你對法律 要不然你早上就要上課 你就聽到法律整個人都忘了 因為你本來就是對是非對錯 很在乎的人 很嫁口的人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我要搞清楚我活著幹什麼 對不對 過期你在國民黨的系統裡面 長不大 因為他說謊話跟你騙 跟他說話沒有 你聽到非期 但是現在來到台灣民政務的話 我們告訴你真理嘛 經歷嘛 邏輯嘛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聽到這個 整個人就開起來 對不對 開看起來嘛 就看清楚整個事情了嘛 所以你在這個好的土壤裡面 你就長大 以前在那錯的土壤 有毒的土壤 欺騙謊言的世界裡面 你長不大嘛 所以你來這邊上課 基本上我們在做篩選的工作 對不對 你聽得下去一定會走的 你聽得下來的話 就會待下來 越聽越有趣 越聽越精精有味 是這樣耶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我怎麼跟你講 你本來就是很在乎 我到底活著幹什麼 我是誰 你要往哪裡去 這種人再來聽哭 哭哭 這聽得下去了 對不對 你有開心嗎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 這樣的人 才能當台灣人的領導者 以後再來帶台灣人 那種青菜 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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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那種人 沒辦法來做台灣人的領導者 來 這邊有PERSPECT透視 這四張圖哪一張看得最清楚 我時間在要搞 我講得快 來 我直接講答案 直接選 認為這張最清楚舉手 透視就是看遠近 看我這個最清楚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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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舉手是怎樣 看透視 你知道透視 我告訴你 答案是這一張 為什麼 要離你越近的 越大 離你越遠也越小 對不對 如果三個一樣大 怎麼看透視 我就說歷史就是這樣 過去扭曲歷史 特定中國的歷史來說很大 日本的歷史來說很小 讓你回去 看不到歷史的透視 法院 法官拿到很多證據 一百個 你是不是一百個證據 都把它一樣處理 不是嘛對不對 你會分類嘛 對不對 禁錮啦 法院 你如果是法官 人家拿證據出來 一百個太多對不對 那你要把它分類 不可以說一視同仁 分類怎麼分 越上面越客觀 客觀放上面 主觀的放下面 出車禍 誰弄誰 誰撞誰 路人夾 路人以工 那叫做主觀的觀點 都不一樣 警察來量 頭腳給你量 扭山 用物理的方法來計算 煞車痕跡 什麼 彈道比對 那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那叫做科學證據 對吧 客觀 越下面越主觀 你們上這個很重要喔 為什麼 以後你當官員 就是不斷的在這種 證據裡面 下判斷 每個法案來你要看證據 你要給它分類 什麼俗清俗 哪一個重要上面不重要 上面是中間 對吧 所以第一集叫做客觀 就是我們剛才說DNA 它是屬於科學證據 對吧 第二個就是你的歷史文獻 結婚兩個人結婚 簽字容不容易 不容易對吧 談戀愛 請吃飯 雙方附近看了老半天 要簽字 兩個人簽字不容易對吧 我跟你說 46個國家簽字更不容易 46個國家要討論同一個東西 最後大家同意回到他們自己國家 參議院中院開會 投票結果再請這個外交官去那邊簽字 舊金山合約就是40幾個國家簽字的結果 有沒有 在證據的法律性效益非常高 你知道嗎 文字記載 來 直接跳 不講太多 你一槌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五尊到你 你就叫拜五尊到你 你就叫拜五尊到你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你們不知道這是什麼 魯賓孫飄柔記 知道的人請舉的時候 只有一個人 兩個三個人聽過 魯賓孫飄四個五個 很好 它是一個故事 人在1719年 下一個故事 一個白人坐船 擱淺 來到一個地方 剛才 過兩星期之後 當地的黑人來找他 他看到他 取個名字 說 我在禮拜五碰到你 所以你就叫拜五尊 是不是很好笑 好笑原因在哪裡 因為應該是黑人 給白人取名字 你是外來人 那譬如說我白人給他 給他名字 是不是很好笑 所以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嘛 是白人取印第安人 叫印第安人 在白人還沒有來之前 印第安人叫什麼 沒有名字嘛 一個土地在上面生土地 不跟外界接觸 它不需要有名字 對不對 因為世界就這麼大 它只有部落之間有名字 整個整體北美 沒有人名字 對吧 所以台灣無親的名字叫什麼 這樣叫台灣 不是啊 是不是FOMOS 也不是啊 問題 我們沒有名字 是直到跟外界接觸 我們才被叫出一個名字出來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自己選名字嘛 對吧 以前你看 國家地理頻道 裡面想說 台灣是FOMOSA的Beautiful 叫做FOMOSA 美日到訪問台灣 Tons of explosives for FOMOSA 說什麼 FOMOSA怎麼用台灣 沒有耶 台灣是中國人叫的名字 叫台灣耶 以前是台南那個叫台灣耶 後來大元 後來整個台灣都叫台灣耶 那是中國人叫人叫台灣耶 日本人沿用台灣那也不對耶 因為在舊金山和平的留言 裡面是說什麼 我問你 條約以什麼為準 不管你簽什麼條約 有中文有日文有英文 最後以英文為主耶 英文耶 英文另外叫什麼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the Pescadores FOMOSA耶 這就標示你在合約上面 你的正式名字叫FOMOSA耶 我們叫FOMOSA 頭一個名字 我們台灣人第一次有名字也是FOMOSA耶 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給我們取的嘛對不對 從此以後我們在國際間有一個名字叫FOMOSA 那一天大清來又來把你簽之後叫台灣嘛 對不對 日本人沿用嘛 因為從大清帝國手中拿到嘛 但是在條約上寫FOMOSA耶 我跟你說你把FOMOSA跟台灣 拆下去你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你就沒有什麼 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f Taiwan 要把你損 損到你損去 其實People of Taiwan就是FOMOSA嘛 FOMOSA人嘛 你知道嗎 那你不就不把那些Chinese染作火 染不起來了 來 我問你 在座各位誰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是誰 你出席之後 你當時知道 我有這個人在世界上出現 我跟你說 從媽媽餵你的那一刹那開始 把他腰口 對不對 把你吃冷 你吃到媽媽這樣 原來有一個媽媽在這裡有一個我 有一個互動 那時候不曉得媽媽啦 只知道有一個存在跟你互動 對不對 小孩子啊 Baby啊 開始聊進來世界上 是這樣才知道自己是誰 對不對 慢慢慢慢多寒 兄弟姐妹跟你玩 再來爸爸家庭成員跟你玩 你就參考點 路來路坐 你有路來路住 原來這世界這麼大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你從小呵護長大的小孩子 就很快樂 很有自信 沒錯吧 有從小的話 這個字叫做存在感 sense of existence 我存在感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就越來越強 在社會上可以貢獻給別人 但是如果這條手續 前面一開始就出錯 比如說我在耗 啊 砰 你怎麼會害怕 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沒錯吧 寶貝會嚇到 我跟你講 我過去在育幼院裡面 帶小朋友 玩啊 吃啊 總是有幾個小朋友 躺在肚子裡 你怎麼會害怕 喔 在嘴裡繼續吃啊 他就出來出來 不要 後來問老師 老師他就講 那叫受虐兒 子女在大小的時候 他就用打 他就用巴 他就沒有存在感 他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 他就捏在肚子裡 嘴裡繼續吃 但是不要讓你讓你 知道他存在 很沒有自信的小孩子 對不對 那叫受虐兒 子女還用靈體大小 台灣人都是這樣 你知道嗎 我是台灣人 巴下去 我說台灣人的什麼不對 發牆 發錢 這就是我們長大的過程 耶 就是受虐兒的 心路歷程耶 你主持人 我說我台灣人 是一段不對 你是中國人 巴下去 對吧 在你形成你的存在感的 那個剎那 被否定不久 還給你灌一個名字 那是受虐兒啊 台灣人都是這樣啊 那所有的民情都被變掉了 你被否定 當你形成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一個非事實來放在 那我還給你另外一個名字 這是生意上一個故事啦 過去格拉森有一個地方 生意上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很多的墳場 墳場 什麼東西 整個多 有一個人 年輕人被鬼附身 鬼附身之後 村裡面覺得很亂 就用鐵鍊把它拔起來 沒想到又有力 蹦一下就回去了 還在墳場裡面 亞蘇來了 這個人 衝著亞蘇頭 說 永生上帝兒子 我時間怎麼不夠 你現在來的時候 我現在來下地獄 亞蘇沒有跟他多講話 只問他一句話 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說不出來 到最後他撥了 說個名字 群 群啊 一群在群啊 為什麼 因為附帶他身上的鬼很多 鬼替他回答 什麼 亞蘇說 從這個人出去 整個人就衝出來 就走那個 滴 兩千頭豬 就附在他身上 豬就衝到海裡面 全部淹死 這個年輕人就拆起來 醒過來以後 他就知道自己是誰 把衣服穿回來 恢復正常 這就是台灣人 他就說 你叫什麼名字 你什麼人 中華民國 說得怎麼有名字 鬼附身 台灣人鬼附身 你現在就知道你是什麼人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什麼人 我們現在是什麼人 被抓到賊惡王子 發現自己的身世 你現在是什麼人 告訴我 你現在我們 對 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這就是我們的身分 你不要說 有的人說我台灣人 那沒效 北美的印第亞人 他也知道印第亞人 結果是什麼 住在保留區 但是你今天得到改救 原因是什麼 你是說我是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為什麼 我跟你說 2002年的時候 我們告 秘書長顧美國 顧安贏 對不對 政權要還給你 可是沒辦法給你 他說你不是台灣人啊 我說我怎麼不是 你怎麼證明 沒有東西證明 你拿出來就是中華民國 身分證護照 所以秘書長 那個美國人 叫台灣人 說你要去印身分證 為什麼 你要讓美國人 倒回來跟你證明 可以 但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在哪裡呢 不見了 大家都去拿另外一個國的護照 我要佔領你 我佔領誰啊 所以你那身分證一出來很重要 你迫使 逼著美國 要用戰爭法來解決台灣問題 因為台灣人一起來起來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佔出來了 被佔領地的百姓佔出來了 所以你辦身分證很重要 OK 好啦 我要講快一點 我最後幾分鐘讓我講 我跟你講這叫種族滅絕 這叫種族滅絕 我以後有空再講這個 你們現在經歷到就是種族 過去都是這樣子 中國對西藏做什麼 西藏問題是政治問題 跟種族問題的混合體 企圖消滅種族 用消滅種族的手段來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 手段是什麼 大量的外族移民進入西藏 第二個掌握文化歷史解釋權 第三個 外族加西藏人成為新的西藏人 中國對西藏做這件事 但是美國對台灣做了什麼 美軍用軍艦將兩百萬的支那人 運到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採用支那人的觀點 改稱台灣 掌握文化歷史的解釋權 接下去把支那人加佛摩沙 一起來選舉 產生所謂的新台灣人 對其假的民主選舉 你知道嗎 那種族屠殺一樣意思 你台灣人去選舉 支持選舉 就在支持這個動作 好不好 來 英國首相公姐很醜味喔 就叫 sarcastic statement with bloody overtone 什麼意思 挖苦美國人 但是帶著血腥的意涵在裡面 什麼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mericans to do the right things after they have tried everything else Winston Churchill說的 你可以相信美國人 你不要以為這句話是對喔 當他做了所有的壞事之後 你可以相信他最後總是會做到對的 但之前你已經就奇差了 來 再來意思說 來 佛摩沙 residu 就是剩下我們 福爾摩沙人 剩下沒有多少人 我們 Can be more agree 再唸一次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mericans to do the right things 後面有個 statement after they have tried everything else 回去再看齁 回去再查英文 我今天時間不夠 我直接跳到日本時代 來 給你們補這個日本時代的歷史 大日本帝國 台灣歷史 歷代總督 華世紀第一代總督 第二代總督 第二代總督 貴太郎 第三代總督 南部西點 第四代總督 鵝育元太郎 那時候是後臀新民 照片是12345 再來 再來 日本時代開很多錢在台灣 大清沒有 然後有的話 然後走在他們紀錄裡面 錢買黑白開 都有算小的 你去大日本帝國議會去查他的帳單 就真的是一大筆錢撥來台灣 你們會日文的 可以去查 大日本帝國台灣歷代總督 1906年第五代總督 佐久間佐馬台 那時候是什麼 農會啦 內地移民開始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縱冠線全通 中央博物院開設 宋山寮演院 博物館開設 沒有人在殖民地做博物館的啦 只有他自己的領土才會啦 繼續你自己看 第四代總督 田津市長特別講他 因為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台灣人 日本天皇要來 皇太子要來台灣 他說很亂來 結果總督說 沒有啦 台灣的思想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的學生 在台灣沒幾個人 因為他們是社會主義 不夠危險 一般人民是忠實善良 不夠危險 你可以來 那時候的台灣人生成這樣 1920年 你們的阿公阿嬤 有漂亮嗎 流美的 那時候 1920幾年 那時候就流美 台灣人耶 這叫杜聰明 大家知道嗎 高雄醫院的創辦人 杜聰明 這叫黃曹琴跟他太太 這是 過馬生啊 格倫比亞大學啊 我的親情啊 過去台灣人的 教育水準多高 你看 這不是在1945年 留學過的台灣人 有20萬人耶 那時候台灣人 那幾百萬人啊 20萬人出國留學 怕死人 那時候台灣人是最初是這樣耶 你看他大學同學的路 顏水龍 顏春安 無錫元柯衛中 過馬生 美國 美國讀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都沒有耶 不光是留日 是留到歐美去耶 你看 1920年到1925年 那時候有一個出門 台灣人 叫黃曹琴 他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那就是這個 夭壽 所以 結果他以後 他想要讀政治學 還要怎樣 我那時候想說 他怎麼會做這件事 後來他想說 南京政府 外交部 你日本人耶 怎麼會在南京政府外交部裡面做事 很奇怪對不對 外交部是西中的 那國的人才能做外交部耶 南京政府外交部 表示你認同你是中國人嘛 就是你明明是日本人的國籍 但是你去認同中國嘛 就是跟過去所謂的愚虐嘛 你不是認同 來 我今天時間沒坐 我先看一個相片 這過去 大清立國那時候 去 中國人來台灣跟做幾項事情 就是啦 啟聲 啟廟 抽稅 貪污 就是這樣而已 啟聲 啟廟 抽稅 貪污 都做這幾項事情 怎麼會進步 怎麼會發達呢 就是這樣 這是馬街博士來台灣 把台灣人搬出去 我這照片是從這邊來的 好來 我們開始放照片 來 很快的方式 我們走過 來 注意喔 主日學 這是什麼 買檳榔 檳榔妻師 這檳榔妻師 嚇到你們喔 以前買檳榔的阿嬤 這是檳榔 檳榔大 這是孫 櫃在家檳榔 台灣檳榔人口一直下降不來 因為都找美女去賣檳榔 你如果叫阿嬤去買 阿嬤最終沒人要買了 對吧 馬上結束 就不會有檳榔人口 你幹嘛找美女 那當然也越買越好 你找阿嬤去買 這次就結束了 阿嬤去買 每一次去買都很痛苦 阿嬤我要評論 快點來 看不下去了 來 再來 那時候出炒的 你看 這是我們高砂族 這是日本軍官 你看這排整個 每一個人手都拿鐵架 鐵架上面都看什麼 不是菜刀 你都沒有在看照片 人頭 這上面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來 這是嘉年華會 我們的高砂族在那裡跳舞 你怎麼在看 很老子 很熱鬧 有軍官在那邊 你看他手上拿什麼 人頭 人頭 來 這以前高砂族的 我們的同胞 很漂亮 很可愛 來 你看 這也是日本軍官 他的頭目 你看那個頭目 兩隻腳的中間都放了 一顆一顆什麼 那都是人頭 出炒 高砂族 日本軍官說 阿嬤不能這樣 所以他們洗澡都很小心 跑到學校裡面 把小孩子都殺掉 高砂族的 外面受教育 就把他抬 就一個日本老師把小孩子都放在 藏在糞坑裡面救起來 後來受到教育 那比較好 有沒有 我開始學語言 日本的語言 第八連隊進來台灣 那時候開始畫畫 很可愛 很漂亮的東西 有沒有看 你看 以前日本時代的台灣人生都這樣 有漂亮嗎 漂亮 我走快點 北衣女的 你看 以前我們有棒球隊 那時候就已經穿很好了 什麼 刺腳 沒有 棒球帽 棒球手套 棒球棒 對齊 這個台灣台灣 建宗的學生 以前是這樣 你看台灣 這不是黑手 過去的台灣是這樣 我日本時代台灣是這樣 我想跟你說 是這樣子叫台灣 大學先修班的學生 剛才這是 所謂的中山黨 以前是台北 國標舞比賽 跳舞的 國標舞比賽 老師 先生有日本來 新竹竹東鄉下 日本老師 跟學生 你看 台中的香蕉出口 都是過去的相片 過去的台中 你看 你們有高 高高高高高 可愛 我們開始準備要放影片 還豐原家政 來我們放影片 我們看影片 我們放看到日本時代的相片 我們看影片 電燈給大家關一下 我們等一下 帶來羅賓 白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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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昆 泰� 北昆 大清帝國跟落後的現在變成這樣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金賊 你看他趁日本阿公的時代 我們爸爸的時代就是這樣 台灣被清朝當作化外皇帝 台灣的居民被當作化外之民 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讓我們成為帝國的臣民 平定土匪的叛亂 進行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改修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理番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軍事方面長足進步 現在幾乎都完備 台灣已經面目一新了 從落後的大清帝國 平常變成這樣 這是日本時代的影片 對嗎 日本時代 黃氏一視同仁 他在台北市已經有夜景 霓虹燈 台北市和日本時代都是這樣 你要有夜景 要有Infrastructure基礎建設 要有電線電纜 要有錄燈 要有夜景 明治44年8月 日常的台風襲來 趕這個機會把台灣都蓋 稍微跳一下子 一點點跳一下 三線路 再跳一下子 這以前總督府 中督府 台北州聽 州聽 台灣分幾個州 台北州知事 台灣軍司令部 台灣軍司令部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中環研究院 台北醫院的 現在台大醫院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總督府交通局 鐵路部 這裡是郵政局 他的對面是台電 我們電力出示會社 我們日本時代去好了 總督府在後面 那房子都蓋得很漂亮 那個歐洲 那個日本 總督府官邸 好這邊稍微跳一下 這是 這是 橫陽路那邊 這是 眾多屋一棒 橫陽路這樣 一直 在 台北市民 你看 是這樣 人力車腳踏車 有公車 公車 那時候是先進的 帝國的那個 規格 頂阿咖 這邊再跳一下 鐵 鐵 鐵道局旅館 這 台北市內就是有 人力車 還有計程車 跌鈴車 還是公車 都有 都很漂亮 那一本時代就是這樣 這就是一本時代 這是 這是 九龍山百路走到尾 明治橋 會開始 鑑螂河 上去這邊是圓山 他現在要蓋一個 送米林 再蓋一個 會開始 鑑螂河 鑑螂河 台灣神社在這上面 還買公會堂 現在他們叫中山人 就是 台北市市民 一個人叫一口氣 公會堂 現在博物館 這麼漂亮 一本時代就是這樣 一本就是台灣人 休閒 還有放送局 就是電台 每天有日記 跟台語的 每天放送 食物園 帝國做事情 不是叫人一直工作 要享受生活 優雅的環境 學會泡湯 那叫做帝國 不是把人民靈體 叫你自生自滅 不是這樣 什麼抗日 我們是一本人 什麼抗日 對 對 落後人家先進國家 要管 現在是一人的土地 後來的都比都這樣 那時候抗日 他不知道未來是 什麼 不知道這 北市也會討 對 對 這就像中國人家 創的 落後 這邊稍微跳一下 我們跳一下 讓你做一個比較 沿著淡水河 沿著淡水河 關渡那邊的 北投 八島 那時候還在高夫球場 那時候 那時候就打高夫了 那時候 大家怎麼看得到那種 短視盡力嘛 環納嘛 那康是秋西人 人家是要擁抱帝國 那你是要對抗 也沒有能力 我們知道未來是什麼 好笑 落後 這邊跳一下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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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做茶葉 那時候有日東紅茶 你看 一開始是人類沒有錯 來 你看 機械化設備 日本時代就是機械化 做 做地方使用機械 你看 日本時代 生產線 每個人都乾乾淨戴帽子 那是日本人的系統 1920年 30年 台灣就是這樣 那中國是落後的 帶來這裡給你認知 日東紅茶 你怎麼會知道日本時代有什麼 你也不知道 你用洗腦 我現在給你看看以前的照片 影片 這沒辦法騙人 不是用教科書上 用文字來騙你 你有才能把影片拿出來 把照片拿出來 影片拿出來 台灣的首都 台中士 以前的台中 這麼漂亮 你看 欸 這個綠川 我跟你講 那時候有小京都之稱 台中喔 你看公看路燈多漂亮 整個街道更安靜靜的 這幾本時代啊 這次在叫台灣啊 台灣的京都之稱 另外 幽靜而美麗 啊 人也是很安靜 不會插插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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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手 一直都有日月潭發電送那個電南北都送 你看 台灣電力珠子會社 準備24,000瓦 供應北到南 你看V DDR 高壓電 日月潭往北 往南 哥見下來 叫做 有了電力 Ephes 各個地方才會發展起來 鐵路 鐵道 對 裡面跳一下 台南在這單 都愷 阿里山 阿里山 那時候也是基本上創作的鐵道 他不光是砍發 重拾種植 你是有長時間在考慮 規劃的 如果他們真的去查 日本時代 跟後來中華民國流行政務 中華民國流行政務 亂砍濫發的程度遠超過黑 你去看數字就知道了 家義 家義 家義一直要漂亮 你本人建設 台灣沒有所謂的偏遠地區 全部都一起建設 家義也要漂亮 都一輩子大家的照片啊 影片啊 1949年啊 一開始就打戰10年 你要先征服高殺族之後才開始建設 皇民化嘛 然後你以前的大清家的人會不會用 不會用的嘛 16萬 再跳一下 你看 航廠這東西不難創喚耶 鐵道現在 再跳一下 台灣的製糖業是在日本是在建 再跳一下 你看裡面製糖業 你看到裡面就知道 以前多少錢呢 日本時代就是機械化設備 不是用牛 就是用這個 以前的點心 煉乳 罐頭 就是有這個糖業做基礎 做出來 這就是用來可以做 酒精 2倍以上に增加 1人あたり13キロ 日本の佐藤消費高 は ここ10年間に 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增加 增加 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時間不夠 然後 甘加波嘛 當作燃料繼續在使用 所以很環保的整套系統 你不認識了就這樣呢 你看 他也做研究 他也做research 糖業試驗所 從甘蔗萃取酒精 純度很高 所以可以當作燃料來使用 總督舞糖業試驗所 你看 雅鐵都做實驗 完全是不一樣的眼界 帝國的 時間快到了 10點是不是 還有10分鐘 那就不用趕了 慢慢把它放 江南大郡 烏山頭三五水庫 1930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水庫 可以灌溉 你看 蓄水池 周圍58里 東洋第一的水利事業 供應台南周內15萬魚甲的水源 照我上面三騎稻坐 照我去看來 水路延長幹線26公里 支線281里 米甘蔗徵收 年額到240萬里 三年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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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去打扣了 高雄 高雄 高雄以前就這樣 高雄 日本時代就是建設到這個地步 你看 用這個crane在那邊運東西 沒有落後用人力 不是 前面是這個沒有錯 把他放到那邊 在用大的那個 架 比較小的船是這樣 比較大的船就是剛才 越方時間 越方時間 基隆高雄兩大港 日本人都做到這樣 水 輸送台灣南部 砂糖米香蕉鳳梨水泥 重要港口 遠洋漁業的根據地 帝國南進國策的策略資源要地 水 工業都市的姿態 進步很快 你看 那這個工場都蓋成很增齊 很整齊 沒有亂去的 沿著河道乾乾淨 台北周庭 現在在台灣不是在日本 那邊 祭典 內地是日本 有 Kobe出港 三週夜 福岡北九州 那邊 一萬噸級的優秀船是六艘來回一隻 逆台定期航路 無法想像的豪華版航路 台灣拓殖廢 這是中國難民無法想像的事情 在台灣 連這媽媽 連小孩子衣服都穿這麼漂亮 你看 那個帽子 那時候 海底電纜直接來 那台無線電話 那台無線電話 受信所 飛機 那台無線電話還有飛機 航路 那台航空 東京、歐斯卡、福岡 台北 產業經濟南進國策 台北飛行場 金庫 什麼 雖然高砂族 有高砂族 有大學也有專科需要畢業生 有做老師、做金探 有做教員 有工具 心無人叫人們萬人 他們裡面的色彩 我也是日本人 萬人叫人們禁止 訂正的自覺不理 我更加進南 後面幫我打開燈一下 大家有聽到嗎 第一次看到這影片 重新對我們過去的歷史 重新的一番認識 原來日本時代是這麼先進 在各國裡面是帝國 我們不記得中國人去把你掩蓋這段的歷史 讓你不知道 現在看到就說 第一次看到 現在知道 原來我們是大日本帝國那種水準 有資納的難民打得沒水準 我們的民眾都變了 對 讓我們越來越落伍 落伍到什麼程度 跟中國人去接 就這樣啊 所以我說的 很慈慘台灣人 去由種族滅絕 第一次 第一次去用日白去用台 精英去用台條 第二次去抓去做兵 第三次受他教育 就是這樣 台灣人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我們是什麼地都不知道 想說自己是中國人 很慈慘 過了他中秋節 當時台灣人在撐起來 扣爛 台灣民眾已經起來了 台灣人準備好嗎 就快要殺了 台灣軍要出發了 好 我今天說到這裡 我們下課